第1章 第10节 才得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所以我现在所告诉你第一点 但这一点你真的想象不到 这一点成为99%的人落地獄的原因 而成为淫妇或者留在一间淫妇教会的原因 就算连这一步 已经知道真命天子的教会 已经知道真理神的同在 但他们都不会去找这个一日路程里面 只得一间教会 因为简单来说 他们已经接受了一个谎话 自己欺人的谎话 就像法利畅人当时不会接受主耶稣基督一样 就是他们已经根本在人生当中 是不会预付任何代价去寻找神的 不会的 只是自己这样说 但只不过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呢 就是他们在地狱里面受的苦是惨怪帮人的 因为他帮忙握了很多本来想寻找神的人 留在这些记者里面 失去了他们真正的精杰 他们已经失去了精杰 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我所说的 你说你自己是贏妇 然后你留在记者里面半年之后 然后才说去学习贏妇 你留在记者一日 都失去你的精杰 所以圣经里面不断强调这个贏妇 这个贏妇是Virgin 所以在天上神 王道十二公 是用处女座去对比这个贏妇 所以神最恨这些淫妇 因为真正的贏妇是由信主的第一日 已经知道这个现实 就是努力的 希望去赢奥运的冠冕 所以里面要求极之多 多到你根本那个人 打单拋在家里 拿着电视 拿着PlayStation 的游戏机 是根本没可能做到的 你知道每一个要赢奥运的人 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代表队训练的地方 你要能够入队 你要有个好教练去教你 他教你的东西 你要如何举一反三 你一定要不单只学了旧的所有东西 并且你要把新的你自己去发展出来 因为你要赢今年的奥运 好了 问题就是这样 现在你就明白了 原来赢冠冕的就是辛苦 输了的就是我所说的同女 但是他们也是要以奥运的方式 去锻炼自己 明白吗 因为香港代表队进入奥运 所以你记住 为什么圣经是用奥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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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奥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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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是如此对比,所以在圣经里面说你们现在有见识人如同云彩 云彩这个字不是原文,圣经里面不是奥运的港台来的吗? 原因就是,我当时主日也说过了 其实奥运整个港场当中,有一个地方是让他们看清了整个什么? 整个的赛场 但是问题是,这个赛事场地当中,这个叫云彩的场地是给什么人呢? 为什么要说你们有见识人如同云彩在你的面前呢?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 我们既有许多见识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重担,推得容易前对我们的嘴 这个不是我曾经在朱座友分享过 云彩这个字其实是说奥运特别的港台值 为什么要说这些在前面我们的前人是见证人如同云彩呢? 我们甚至误解了 他在说什么呢? 直接误解了 我们前面的榜样的人是那群什么呢? 就是那群坐云彩港场 云彩汉籍那群 云彩汉籍在自古以来,奥林巴云彩汉籍 一定是被上一届赢的冠军人 为什么奥运是这么厉害呢? 因为原来每个城市都会派一个人出去赢奥运的 赢奥运之后那人一生都会免税 一生都是政府养他 如果在现代来说 免交电费、水费、所有税都免交 而且还有一样东西 每一年 他们都可以免费来到一个叫云彩汉籍 所以云彩这个汉籍 其实是被赢冠军那群人 你知不知道? 所以当他赢了之后,其实有很多钱会给他的 但问题是怎么证明会有钱给他 就会给一个叫衰残 就是我们通常在圣经讲的 会衰残的冠军 因为就是用橄榄叶 跨在他的头上 大家已经见过了 这个就代表了他赢了 但这个冠军可以换取了他一生里面的奖励 所以保罗就说这个衰残的冠军 你知道圣经有多少地方传统用奥运去对比 为什么?因为他免得 很多人误会 但问题始终 也有很多败类 尽量将这些经文降格到 用水冲淡到 根本不成人形 这些经文 这里全部由头到尾说 我们前面的见证人 我们学习的这些榜样 全部他们是赢奥运的冠军 因为他们坐的位置就是 云彩汉籍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希伯罗书第12章 我们既然有这许多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他们就是坐在云彩汉籍 围着整个会场 因为他们会最清楚看到 这一届比赛人 所以我们上一代的前人 所有人在他们的时代 当中是他们的奥运冠军 全部都是 然后圣经就要你学他 然后你看现在基督教界 怎样学这些人 他们连奥运的概念都没有 他们实际没有参加奥运 他们只是说 日常生活那种败坏程度 但是圣经这里说 你要参加比赛 并且是要 是要赢冠军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 希伯罗书第11章和12章 就是说信心为人坚 教我们要学习这些人 所以他甚至说 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前泪 我们的罪 为什么他用这两个字 重担和前泪这两个字呢 原因他特意 保罗是很 绘形绘星底下 他对比了一个事实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 做奔跑的人 其实他们常常 有些就会直接 拖着一只 有些就直接 将一些圆 枯在身上去跑 原因就是 到比赛的时候 他就会脱去 前泪着他们的重担 放下之后 不断跑 他就比平时快 其实他们日常生活当中 在古代 他们用的方法是最原始的 所以保罗就用这些字眼 对比给我们知道 其实信仰其实应该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 外面教会听我现在说 这套信息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但是你需要这个打击 因为你没有这个打击 我可以保证你百分之百落地獄 因为你的信仰 不可以再是这样 你现在已经是最后一个机会 是最后一个机会 信仰不是你回去比面人 或者是所谓比面神 你回去即成要拼命 你终于你的命放下 简言第31章 第10节 才得的苦人 谁能得着呢 他的价值 远胜过珍珠 既然我将心弦 情怀恒之间 效法处中情 分老前 绝不怕路群挑战 日如星尊变 新尊日未变 全心奔跑越得着军令 不离旦 不离逝 世华典 怀壮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